新闻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 当地时间7月23日 特斯拉 CEO埃隆 马斯克 Elon Musk 与著名心理学家乔丹 彼得森 Jordan B. Peterson 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超级工厂 进行了一次深入对话 此次访谈不仅触及了科技前沿 如马斯克旗下 XAI公司 Groke聊天机器人的最新研发突破 与AI安全领域的深刻议题 还延伸到了社会层面的出生率危机探讨 此外 在访谈阶级尾声时 马斯克还罕见披露了 个人生活中的一段波折经历 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被骗去签署了 同一儿子泽维尔 马斯克 Savior Musk 变性的文件 核心要点一 关于Groke 2 Groke 2已经完成了训练 训练是大约用了15000个H100GPU Groke 2预期在下个月发布 其性能将与ChatGPT四相媲美 2 关于Groke 3 我们预计在12月发布Groke 3 届时 Groke 3将成为全球最强 AI 3 关于XAI的未来发展 相较于那些已经存在了5年 10年或20年的老牌企业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虽起步叫完 但正以惊人的速度迎头赶上 XAI的发展速度比其他任何公司都快 4 关于XAI的目标 XAI会遵循OpenAI的最初目标 其目标是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造福人类 而不仅仅是为了利润最大化 5 关于对特朗普的支持 媒体报道我每月向特朗普捐赠4500万美元 完全不是真的 现在我所做的就是创建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 或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它被称为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American PAC 6 关于儿子变性 我那时被欺骗了 当时没有人告诉我 青春期组织剂实际上是绝育药物 7 关于生育率危机 所有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 其出生率均呈现出显著下滑的趋势 甚至已经跌落至更替水平之下 如果这些趋势继续下去 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将会大幅减少 甚至可能完全消失 8 关于火星计划 我们应该用不到1%的经济产出 去支持多行星生命存在的探索与建设 这虽看似微小 实则是人类意识拓展边界与规模的自然的延伸 全球最强A.I.Grog 3 预计年底上线 对于XAI的未来 马斯克不仅满怀信心 他向彼得森透露 相较于那些已经存在了5年 10年或20年的老牌企业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虽起步较晚 但正以惊人的速度迎头赶上 XAI的发展速度比其他任何公司都快 当被要求将Grog 与ChatGPT进行对比时 马斯克坦言 目前发布的Grog版本 仍基于Grog 1的训练成果 我们虽进行了优化升级 称其为Grog 1.5 但其基础模型在性能上仍落后于ChatGPT一个数量级 随后 彼得森问及下一代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模型的竞争力 马斯克透露 Grog的第二版已顺利完成训练 目前工程师们正致力于查诺补缺 预计下个月将正式推出Grog 2 马斯克表示 Grog 2的性能将达到或至少非常接近OpenAI的ChatGPT4的水平 马斯克进一步补充说 同时在孟菲斯数据中心 我们正全力以赴训练Grog 3 预计在未来3到4个月内完成训练阶段 随后将进行细致的微调与漏洞修复 我们的目标是在12月份发布Grog 3 届时 它将成为全球最强的AI XAI谷歌的制衡力量 在讨论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时 马斯克透露了在与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 被其Larry Page交谈后引发的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 马斯克提到 拉里称我为人类物种主义者 认为 我是一个支持人类而非机器的人类物种主义者 而他的观点是 未来人类会将思想上传至计算机 最终每个人都将成为某种形式的机器人 彼得森对此深表赞同 他强调 这实则与人类的终结无异 因为无论那时的我们形态如何 都已不再是今日的我们 马斯克表示 这些深入交流 不仅促成了他与萨姆 阿尔特曼、Sam Altman共同创立OpenAI 也激发了他最终自主研发Grog的决心 不支持人类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如果人类自身都不站在人类这一边 那么还有谁会呢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警钟 那时 我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些新的人工智能公司 来作为谷歌的制衡力量 马斯克还谈到OpenAI的初衷是好的 但最终却变成了一家以利润为中心的公司 马斯克解释说 他是公司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意识到公司并没有遵循最初的目标 马斯克补充道 OpenAI最初是一家非盈利性开源组织 但现已成为一家盈利性公司 这违背了最初的愿景 这也是马斯克开始考虑创办一家新的人工智能公司XAI的原因 XAI会遵循OpenAI的最初目标 其目标是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造福人类 而不仅仅是为了利润最大化 低生育率或引发人口危机 马斯克和彼得森还谈到了低生育率的问题 马斯克称 早在20多年前 他就已注意到一个普遍现象 所有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 其出生率均呈现出显著下滑的趋势 甚至已经跌落至更替水平之下 马斯克指出 如果这些趋势继续下去 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将会大幅减少 甚至可能完全消失 彼得森表示 决定要一个孩子 其实就是在对未来投下信任的一票 这意味着你不仅关注当下 更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每月向特朗普捐赠4500万美元 当被问及之前媒体 关于他向特朗普捐赠巨额款项的报道时 马斯克澄清说 媒体关于他捐款的报道 完全失实 我不会每月向特朗普捐赠4500万美元 不过 马斯克指出 他建立了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名为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以支持特朗普竞选 马斯克表示 总部位于奥斯汀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是一个非党派性的组织 他强调自己并非 Me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即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成员 但他的理念与之有共通之处 即让美国更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er 马斯克还指出 我并不推崇个人崇拜 但他认为 特朗普日前遭遇未遂刺杀事件后 展现出了巨大的勇气 火星殖民计划将人类意识拓展至地球之外 最后 彼得森将讨论焦点转向了马斯克关于火星殖民的宏伟计划 马斯克阐述道 这不仅仅是一个项目 马斯克致力于将人类意识拓展至地球之外 实现更广阔愿景的关键一环 他坚信 作为人类 我们应当将小部分资源投入到对未知星球的探索与殖民上 马斯克表示 我想澄清的是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火星等外太空项目上过度投入资源 我认为我们应该用不到1%的经济产出 去支持多行星生命存在的探索与建设 这虽看似微小 实则是人类意识拓展边界与规模的自然的延伸 马斯克还着重指出 作为智慧文明 为子孙后代的未来做好充分准备是至关重要的 而定居火星正是这一长远规划中的一步 继续